有奧斯卡風向球之稱的美國電影學院 在日前公布了2018年度十大電影 而這裡面有沒有您看過的電影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翻拍經典電影新海浮沉路 美國歌壇天后女神卡卡的第一部戲 一個巨星的誕生 就被美國電影學院選為二零一八年度十大電影之一 不只音樂片 還有第一部黑人超級英雄電影《黑豹》也入榜 《黑豹》橫掃全球十三點四四億美元的票房 創下北美第二和史上第九高票房電影紀錄 AFI今年十大電影主題多元 不只有高票房影片 還有驚悚片《境界》 喜劇片則是有幸福綠皮書 以及迪士尼製作的《歡樂滿人間2》 另外獨立製作的《牧師的最後誘惑》 以及《八年級》也榜上有名 拿下今年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金師獎 墨西哥導演阿芳索卡龍指導的《羅馬》 因為不符合評選標準頒給了特別獎 今年入選的十一部電影《青尼色》 都是男性導演來指導 美國電影學院被視為奧斯卡風向球 去年入選十部最後就有七部 入圍奧斯卡最佳影片 記者總報道